全世界赚钱最快的商业模式就是S2B2C模式 比如上海有个开按摩店的老板 以前用传统的思维去扩张 投100万开了一家按摩店 等到回本之后又投200万开更大的按摩店 月夜奋战几年 终于开了10家按摩店 以为可以就此安心享受生活 结果没想到遇到疫情 公司现金流一下子断裂 马上面临倒闭 因为他把自己所有的钱都投到了重资产 导致手上完全没有资金流 这就是传统的做生意思维 自己投钱开店 在雇人搞管理 在靠卖货赚价差盈利 万一再遇上点特殊时期 根本撑不住几个月 后来再一次偶然的饭局 高人告诉他 未来赚的是现金流 是模式 老板决定改变思维 马上转型 他决定不能再单纯靠按摩赚钱 未来是得模式者得天下 如果自己不懂商业模式 就会落后于别人 就会很被动 那具体要怎么做的呢 首先 老板设计了一个模式 员工为顾客提供服务 所赚的钱全部都是员工的 比如按脚 炮脚198 金油推背388等等 都是员工的收入 但你想在这里上班 前提是 就必须每个月交3000块的管理费 这样的模式 会让员工的收入 比之前翻了几倍 所以根本不愁 没人过来上班 管理费的多少 取决于招聘员工的数量 比如招60个人 那一个月就能拿到18万 招100个人 一个月就能拿到30万 虽然顾客充值的钱 都是员工自己的 但是都是存在公司账上 也不会一次性结算给他 不存在员工协款逃跑的风险 这种模式的好处 就是将员工和按摩店的利益区分开 你赚你的 不赚我的 没有利益冲突 同时还进行了深度绑定 员工拼命地为自己赚钱 服务也会越来越好 你以为到这里就结束了 那你就太天真了 当把这套系统打通之后 老板并没有着急去开更多的门店 而是找到那些微盈利 或者亏损的同行 把这套系统完整地复制给他们 当他们盈利之后再分成赚钱 最后老板还成立了供应链公司 用规模优势降低采购价格 从中赚取供应链的差价 成功把自己打造成一个轻资产 高价值 强限进流的产业赋能平台 这个价值要比单纯开店大上几十倍 这也是阿里和腾讯共同提出的 未来十年创业的黄金风口 SRB to C模式 S是产业赋能平台 B是合作商家 C是终端用户 所以如果未来你不懂这个模式 还是只会靠差价赚钱 你的企业至少落后十年 无论你是开实体店 还是开公司 或者是开工厂的 都可以套用这个模式 道理是一样的 所以做任何生意 都要坚信赚钱的公司 是设计出来的 我对不理解 铆家 比较 中文字幕 是